歡迎來到理財同樂會 今天主題是 什麼是KY股? 避稅天堂教您怎麼免交股力所得稅與二代健保股充費 誒我們上次講完DR股之後 我發現好像還有一種股票 它的結尾是KY 你是不是忘記我們前幾週 其實有發過KY股的小教室 好像真的有這麼一回事 那影片結束之後我去複習一下好了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喜歡我們頻道還記得 等一下啦 知道影片會不會太早了 好了 那我還是來跟你解釋一下好了 你還記不記得 上次我們有講過DR股的股票 好像有誒 它是一種純托憑證不是嗎 沒錯 但它就不是股票 而KY它就真的是一檔股票 只是它比較特別 因為創辦人雖然是台灣人 但它的註冊地卻不在台灣 而KY一般這邊指的是 英國的領地開曼群島的英文縮寫 由於當地的政局非常的穩定 又不收所得稅 所以吸引了不少企業去那邊註冊 也成為全球知名的避稅天堂 而在開曼群島所設立的公司 會在以境外公司的名義 會在台灣掛牌上市 像知名的5871中株就是其中之一喔 喔 難怪我喜歡吃的夏慕尼亞 它就叫做2723北市KY 那除了註冊地不在台灣之外 KY股還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啊 那我們就來說說KY股的前世今生吧 在2011年的時候 它其實叫做 為了與台灣的註冊公司做區分 所以開始使用這個名稱 直到2012年的時候 金管會為了區別外國企業 將原本的名字KY改掉 改成F 所以它的F 該不會是Foreign的意思吧 國外來的喔 沒錯 很會舉一反三喔 直到2016年的時候 金管會為了清楚的標示 這個股票的生產地 所以又重新改為KY 而這樣子的習慣就沿用到了現在 好像市場上有一部分的投資 它是很偏好投資這種KY股欸 這是為什麼啊 其中的原因是因為它具備 結稅的效果 原則上啊 只要發生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所發生的事情 都要繳稅 也就是中華民國萬萬歲 但是啊 因為KY股屬於境外公司 所以在這個部分啊 我們就會直接納入境外所得來計算喔 欸等等 境外所得這個詞好像很熟悉欸 是不是我們之前拍的證券線上開服教學裡面所提到的啊 只要個人的海外所得啊 是低於100萬的話 就不計入基本的所得了喔 那如果是超過100萬的話 也有海外所得低於670萬的免課稅門檻喔 沒錯有進步喔 就是因為啊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每年啊到要報稅的時候 要買KY股的啊就會增加 因為你可以省掉很多錢錢嘛 那這部分啊 你就還可以不用再繳二代健保喔 如果這麼好看的話 那我還不滿報它 可是我聽說好像有些KY股 它會被當成是美國公司的一種 所以會被課30%的鼓勵所得稅耶 是真的有這麼一回事嗎 對啊 的確是有部分的KY股啊 會被認定為是美國的公司 像我們之前有提到像我們台灣人 就是非美級的投資人 那在這部分 就會被美國科至少30%的所得稅 像1341的聖月KY 就被美國的稅務局IRS 認定是美國的公司喔 所以在這部分 它就會被扣到這個稅 我記得半年前啊 生計股6452康有KY 好像因為創辦人審命 導致他的股價連續跌停7天 因為他的第二季財報無法公告 就被暫停交易耶 有夠可怕的 是啊 像過去的生計股股王康有KY 他就是因為公司可能會有掏空的遺允 所以還有一群網友們就戲稱他說 是康有便皆有 因而引發了就是市場上對KY股的不信任喔 我沒有很懂什麼是外匯收到管制耶 是說不能買的意思嗎還是什麼 外匯收到管制就是比如 從大陸匯權來台灣只能匯多少錢 就是像之前就是就是淘地啊 比如他之前說好他可以給所有的股民10塊好了 一股就可以10塊 可是那時候大陸可能限制說你匯出的那個外匯 只能匯可能要600萬好了 那你要發就不只600萬了 對對對 這邊就只能降 因為他最多發就只能發600萬啊 所以去除了一些股民可能最多只能給5塊錢 那你跟原本講好10塊錢就不一樣了 那KY股還有什麼是我要注意的部分啊 那既然知道他是在海外註冊 然後回來台灣上市的公司 那我是不是就要留意公司會有匯率損失的問題啊 對啊像之前的2929淘地KY 他是在中國前10大著名的生產銅裝的公司喔 因為中國後來開放二胎化師 使得他在公司的業務方面成長許多 但是在2016年以後啊 就好景不長加上人民幣又大幅的貶值 雖然整體公司是有成長的 但是真正的稅後盡力啊 卻比去年差 導致隔年還影響了他的股力的配發 也就是說啊 我投資了KY股 雖然享有 千萬別以為 只注意你剛剛講的那些事情就好了喔 蛤真的假的 那你剛剛跟我說還有什麼 就是啊如果有一些KY股 他雖然曾經當過優等生 但因為公司主要的業務啊 就太集中了 導致於他可能一時就沒有跟上時代的腳步啊 瞬間跌落升潭 真的假的啊 你可以舉個例子給我聽聽嗎 過去十年的時間啊 因為iPhone使得台股啊 其實捧紅了不少的KY股 像是過去的3673的橙紅KY 以及6456的GISKY 在2010年啊 遐帶了蘋果光環 回到台灣掛牌上是啊 股價一度衝到982塊錢喔 但是啊 因為觸控面板啊 競爭實在太激烈了 外加上Apple非常喜歡陰別人 就是啊一旦他 捧起來一個企業之後啊 又再去捧另外一個企業 然後彼此就會互相PK 所以他就又把訂單啊 轉給別人 直到後來2014年啊 可能改名這個可以改運吧 陳鴻啊就改名為TPKKY之後啊 再度的奪回訂單 他的股價才得到了回升喔 他股價好像是做元曉飛 是還在做什麼王子復仇劑之類的喔 就在前面提到的淘弟KY 在發出重大消息以後的半小時啊 大有名氣的Coopershef鍋具的2939凱翼KY 也發布重大訊息 坦承啊公司的內部其實是有一些狀況 然後可能會有一些損失 包含他們其實沒有對供應商做評鑑 還被詐騙 然後董事長也有一些金流巨額 就是交代的不清不楚的 所以證交所啊就決定把他打入全交割股喔 所以他就是前陣子那個被詐騙 損失十幾億的那個凱翼嗎 這樣的話根本就是雪上加霜欸 那如果變對這樣子 疑暈重重的KY股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自保啊 由於啊像KY股其實很多時候啊 營運在中國 甚至我們沒有聽過的國家 那台灣啊經由少部分的員工 駐台辦公 那一般人其實難以注意 真正的去了解到KY股他的營運狀況 所以啊他的透明度啊 遠低於一般的上市貴公司 變成說他的投資風險也相對較高 財報查核也比較困難 尤其是在疫情爆發之後啊 會計師查帳變得比較難 然後他的成本也會比較高 其實啊在我們過去很常聽到的 公開資訊觀測站中 就有設立啊 財務重點專區 有提供投資人9項的指標喔 專區的結果啊 也跟你投資這間公司 到底是賺錢還是不賺錢 是沒有關係的 他只是在提醒投資人說 你投資股票是一定有風險的 而且可以當作你投資的一個參考喔 尤其啊市場現在對KY股的負面評價還蠻多的 建議啊 投資人最好不要在這個時候啊 就重壓KY股 像分債風險啊還是比較保險的 畢竟現在股價已經這麼高了 那能選擇的股票啊 盡可能還是要選擇全資股 或者是ETF 其實都比KY股來的安全 大家在買股票之前啊 一定要了解他的前世今生 才不會被套牢喔 那以上就是我們對KY股的介紹囉 還沒有關注我們的新貴派們 記得分享KY股的小知識給你所有的朋友們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然後追蹤我們的IG喔 讓我們一起來開童樂會吧 也就是說 雖然我投資了KY股 可以享有年轎 鼓勵所得稅 鼓勵所得稅 是不是很難啊 好 鼓勵所得稅 二代健保補充費 好 再一次 真的難怪你那時候看那麼久 終於輪到你了齁 現時報總是來得特別快 可惡 帥呼… 沒事 蛋糕 嗨… 中壇 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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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